大正 今天我不生日 我媽媽說我有新衣服穿 一會兒再來幫你玩 嫌了血液乾淨滾 好 那村子就新白了 媽 媽 讓我 你還有個孩子 你不要動我的女兒 我現在就天 你不要動我的女兒 站下眼睛 你憑什麼逼我著 不要不要放開我女兒子 娃娃 記住媽媽的話 以後無論發生什麼 你都不要出來啊 媽媽我要媽媽 媽媽媽 爸爸 媽媽 那都是我簽字蛋 你 才把你女兒 慢 大 媽媽 媽媽 活下去 一定要 活下去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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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一定會讓那些人付出代價 爸爸 記住 無論如何一定要活下去 那年 村裡的大火燒光了我的人生 只有活下去 和埋在裡血塵 和不僅沒有死在村莊毀滅的那天 還在十五年後 終於遇見到了當年那場災難的罪魁獲舍 愛之生 還沾沾的一輛冷船 而冷船也是唯一能壓制白家的存在 我必須要搭上這位人家搭上 阿晨哥哥 這還是你第一次來我家公司哎 啊 阿晨哥 我一會給你好介紹一次 忙忙活動就走 我趕時間 老總真的好帥啊 怪不得把一家大小姐會暗戀他 而且還是能一家唯一的繼承人嫁給他 可就是人人羨慕的好能副太太了 你 嗯 你喜歡化妝師 沒臉沒皮 哎 我喜歡化什麼啊呀 誰 化妝師 我畫呀 啊 你喜歡化妝師 乾 大的小姐 求求你饒了我吧 饒了你 可以 你就用這把刀 花困得 然後再滾出公司 我呢 可以放 哦 七七 烦死 都给我听好了 谁要是以后再敢没脸没皮的勾引冷总 后果就跟那两个贱人一样 听到了吗 知道了 知道了 戴着口罩干 你长得干不成谁让你进的公司啊 白小姐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吓您的 房子找您师傅 我真的很需要钱 所以才来应聘呢 他长得很安全 但活利索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给你抢人家 给你抢人物 白小姐 您放心 我对人走 我不该有一点想法 不该有点想法的 阿诚哥怎么会看上你 好 以后 以后在公司 把口罩带好 别吓得我 孩子 别难过 以后挣了钱 咱们去国外整形 谢谢你 在 可现在 这条巴 还没到该消失的事 怎么了大众 我跟兄弟们都商量好了 就等你几条 是恨复了 好 随时联系 我都一本 老总 今天其实王总提的 小姑娘 这大晚上呢 外面多不爱 哥哥 你叫吧 不会有人来救一道 白真正公司 零光 让别滚 赶紧滚 让我报警 老总 我现在就回 现在就回 了 我 的 我 的 我 的 小姐那边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我先让高敏夫送你回去 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自己打车就行了 查一下刚才那个女人 好 龙总 我不明白 刚刚为什么要救她 那个女人 就像一张白纸 可以随意在上面做话 而我 需要一个人帮我抵抗联姻 明白了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在这 领总让我在这里等他 啊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說阿成為什麼你都 哪個不找你 阿晨你怎麼來了 阿晨你怎麼來了 阿晨 阿晨 我是你想的那樣的 我 阿晨是你 你跟我說了 讓 好 楊總 剛剛謝謝你替我解围 我現在需要一個人幫我對抗聯姨 你願意嗎 我嗎 是你 我願意 只要能幫到你 你讓我做什麼都行 畢竟 從來沒有人像你對我這麼好過 一個月後 我會把你送到國外去找牢 到時候回來陪我參加我父親的生辰宴 好的楊總 但如果 你還是不能讓我滿意的話 你會被徹底放棄 現在 你還願意答應我嗎 我願意 楊總 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了 只有站在高處 才有可能讓當年的火災真相 崇敬天 好 那我現在讓高全就贏了 總裁 這季度的報表給您送來了 我來幫你 白大小姐讓你離棱總演 別妄想不屬於自己 告訴吧珍珍 誰說誰 還不一定呢 好痛 好痛 冷藏 肚子柏 肚子柏 老头 肚子柏 肚子柏 第一次 如果不是 好 老刁 這關管這家頭長得還不累啊 咱現在把他收養 叫吧呀 你給他兒子做個兒媳婦的 難道 是無苦人 當時為了不當銅小心 我只能那麼做 下午 Vac ότι 你再也不许 郭小姐 你现在已经彻底从白石地方离职了 等等 帮我很能走 说声谢谢 您的意思我会传达的 总裁在会议室接待客人 您在这稍等 好 那我在这里等他 害我 白珍珍 你们家这手段低级的 我都要谢谢你的成人心里 能走 能走 救我 你在哪 告诉我 医生说了 你的嗓子三天内就 对不起轮总 又给你钱麻烦了 以后来了不明的东西不要乱吃 听见 嗯 整容医生已经被我请到国内了 马上就可以为你定制整容总做 这一个月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在这个远处好好休息 有时间我先看 别忘了一个月以后 我会给你什么便宜 放心 冷藏总我不会忘了 哦 好 哦 感谢观看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宴 大家今天晚上开怀畅饮 你家那小子年龄也不小了吧 是不是我把这婚事定下来 我看今天晚上就是个好日子 一会儿等陈人回来就说他们 谈完了家的事 大小姐 午晚休市一个月了 表无音讯应该是上次您究竟的爱吧 我知道了 白伯父 谁儿回来了 刚才呀 我跟你白伯父 还在说你们俩的事呢 你看 你们俩都不小 这婚事呢 赶紧定下来 是啊真正天天在家念叨 我这耳朵呀 也被唠叨的都说气气 余大不中流啊 妈 别说了 两家长辈都站在我这 温婉 乡下来的贱业头 你都像是一个人 拿什么都 你们俩啊 多聊一聊增进增进感情 毕竟啊 睡得快订婚了嘛 哈哈哈哈哈 阿诚哥哥我们 不可能 我不可能和白伯众 我有个想法 你怎么说什么 我认真的 啊 给你介绍一下 为什么? those 伯父您好 陈儿 怎么没听你说过 他是哪家前进啊 我从小无父无母 被一家农户家庭收藏长大 原来如此 今儿陈儿 拿你添添水的吧 冷着身边 从来不缺那些前夫后妻的女士 妄想着飞上直头变凤凰 但那些商鸟台面的家伙 从来没有成功过 白博士此言差异 阿诚对我恩情深重 我爱的是他这个人 不关他的身份 阿诚哥从来没有这么深陷的看过我 伯父 我突然想起来 这位温婉小姐 好像之前是我们公司的零食工 当时她脸上有疤 我记得有症状 这么疼 但是你看她现在这般模样 你夫妻这脸事 应该是花了不少钱 一个临时工 怎么能做得起整整 这个钱 肯定是来路不正 对了 我对温婉的一件东西 钱是我出人 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 你以后可是要继承我们家的产产的 你怎么弄这样 别生气 怎么知道 吃腻了深圳汗 偶尔想尝尝 心中小子 我 我 更多况 我们两家的联姻 已是反正定低的事 我不会同意联姻的 你 伯父 爸 你们也别生气 既然阿诚哥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那我也就只能尊重 要不是这么多 我自好就撕了这个小姐人的脸 珍珍和你从小青梅竹马 她整天念叨着你 你怎么能把她带过来 爸 难道你非要逼我娶一个乖子 聊了这么久了 晚晚妹妹 应该渴了吧 我看你的样子也不会喝酒 那 我给你倒杯茶吧 那就谢谢爸小姐 这个 当我给你的教训 以后离二程度不远 白小姐 你失败了 现在 能弄我 白小姐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白小姐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我看看 我带你去抱着 阿诚哥 我没有破他 是他自找自演 闭嘴就是你 白珍珍 前些天我不过就是跟冷少 多说了几句话 你就毁了我的脸 更何况 是现在的温婉 温婉和冷少这么亲密 白小姐估计恨不得 把她劈叭了吧 就是就是 阿诚哥 别说了 来珍珍 我永远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我现在要再晚晚去包扎 我们以后别见了 来人 爸 晚晚受伤了 要去医院包扎的 我会安排人 送温小姐去医院 但是你不许离开这里 如果我今天非要 我说我 你不许人开这里 小心 为什么 阿诚 你救了我了吗 我会救你的名 我们这屏幕 我相信 你应该带我出去的吗 啊 我不会带你离开的 来人呢 他俩给我分开 住住 跪下 这批少人来晚了 站住 你今天要是出了这个门 我就放 你威胁我 我想要 我想吃 只有我万一 其他人可以 兰总你 你 是你自己的一种劲动 都说人总不进鱼色 我倒是要看看 你 是 文總 當時先找那麼多人 你強行把我帶出來了 一定說了你做個事的 啊我沒說這個 不用擔心 我這得有點錢 你拿去買點什麼東西 我工作要吃 冷车 你东西了 大壮 你上次被冷车踹的地方还疼吗 这个支票你先拿上 早就不疼了文安姐 你伤得这么严重 这钱你留着自己买点补兵吧 大壮 现在新福村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都要好好活着 我到报成成功的那一天 这钱你还是你自己 大壮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磨叽叽的 帮我去联系媒体 宣传我跟冷城搬配的消息 记住 动静越大越好 好保证完成任务 大壮 讨论你了别叫想干什么呀 别动 你的臭力干了 上次把我害得这么重 我现在就一百楼 有本事重 上次是我的 兰总 你现在要打电话就要人来帮你 我说你帮我下 兰总你受伤了 你没事就好 等我一下 看來是我上次對你的教學很高 何總我先別管他了 你需要儘快去報告 事情活動是會死到 醫生這裡傷了的重力 很快就能拆線了 沒事是點小聲而已 孫阿姨小婉你現在變得好真確 你沒認識 孫阿姨之前也在白石集團當清潔工 不過您怎麼在這兒 那個白蓁蓁萬明其妙的發脾氣 把我給辭了 所以在醫院打贏工 老總小婉是個好姑娘 以前會少被人欺負 你可要對她好點兒 孫阿姨您別找我 這麼說 既然你們認識 那就讓孫阿姨過來照顧 政府咱們別處也缺個王母 比醫院的工作輕鬆一些 謝謝藍總 你還會道歉 阿姨哥 晚安妹妹沒這 我還想跟你說道歉 你還會道歉 哎这话说了 那我当时不是一手糊涂吗 阿诚我来给你送午饭了 我老婆还真心一手小 这饭做了可是四孝而鸡全 真的吗白小姐 谢谢你的夸奖 那你尝尝吧我做了很多的 不用不用 哎呀你就尝尝嘛 你现在立刻滚出我的办公室 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叫保安把你拖出去 不安诚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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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了 注意不要沾水了 谢谢男总 我发现自从遇到这 你反而天天的受伤 我还没见到他这样子 对不起了 对您添麻烦了 放心 遇到我 以后不会这样 毕竟我们是 所作关系 我相信蓝总 以后私底下不要再叫我蓝总 就像刚刚那样 叫我阿诚就行 好的 阿诚 孙阿姨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送饭来了 你光顾着给蓝总送饭 自己还没吃吧 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 快吃月吃 孙阿姨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有一个女儿 脸上有一条像你这样的疤 看到你 我就想到她了 那她现在在哪 丈夫见她丑 说她是个赔钱货 把她推到河里去 她要是还活着 也应该像你这么大 孙阿姨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些 不过 如果您愿意的话 可以把我当做您的女儿 哎 好 哎呀 你瞧我这脑子 我把正经给忘了 白真真把你羊母找来了 是吗 终于找到你了 你们要干什么 这样不是有人告诉我 我还让你这小贱蹄子整容了 现在变漂亮了 走 跟我回村去 我家儿子当儿媳妇 恐不可能跟你回去的 今天可游和你 大波 等今天生米煮成熟饭 你可就生了脑流家 救你 哪里来的疯狂 她疯狂好像 那你再请消瘟 啊 行 小阳 那个有事 总裁 温小姐最近一直 私里要收集白家的罪证 她 她怎么开始私自行动了 难道 肯定是想救瘟 哎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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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她被人盗扫了 拿走 救救她 你先把孙阿姨带去医院 然后给我查一下温婉的下 多代的人 我务必要温婉安然无恙出来 你 你 你老说的真好看 哎 马上有媳妇了 我警告你了 钱可不是白拿了 放心吧 白小姐 是啊 保证给你搬得漂漂亮亮 哈哈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哈哈哈 笑什么样啊 你要给你怎么教 是你媳妇给你装 生孩子 哈哈哈 生孩子 生孩子 真小孩 我儿子有了媳妇 还能在白小姐那拿一笔钱 养了这个小赔钱过这么多年 终于可以开到又场 阿诚哥 你怎么想着来我家酒店啊 温婉在哪个房间 我我我不知道啊 哎 阿诚哥你不能这么对我 啊 啊 我小姐怎么了 告诉我 婉婉在哪个房间 啊 没有人啊 我 妈 儿子你没事吧 老伯 我不能被他們抓住 我還有很多事沒做 我不能就這麼被困在劉家 你給我站住 你可是我們老劉家都是媳婦 給我站住 哎哎媳婦媳婦給我們家吧 對不起 不來晚了 你算哪個醜啊放開我二媳婦 你就是媳婦的樣子吧 放心 我給你好好招待 你 你 叔哥 你知道我一直在利用你 又會是怎樣的反應 大少爺 溫小姐的身體並無大礙 但是受到了過多驚嚇 我會給她開一劑安神的藥 好 你先下去吧 孫阿姨怎麼樣了 就是孫阿姨給我報的鞋 她讓我去救了你 我已經把她送去醫院了 暫時應該沒有生命危險 沒事最好 阿誠 你把我從酒店帶出來 還打了白鎮鎮 白鎮那邊會不會沒辦法交代 都是個時候了 你還有跟想拍架 你為什麼就不能想想自己呢 哎呦 你為什麼要去搜集白鎮 你幫了我那麼多 不想為你做點什麼 所以就去搜集了白鎮的趁情 我想幫你 我想幫你 放心吧 你的養母還有養胸 從此以後再也會來出現在你面前 謝謝你 阿誠 孫阿姨 你剛出院就別做這些了 那可不行 讓別人燉雞湯 我不放心 快吃飲料喝 等我 快趁熱把雞湯喝了 以後才能長大高個兒啊 謝謝媽 小婉 你怎麼哭了 是不是不想吃容易的 我把雞湯端走 不是 不是 我很喜歡這個 喜歡就好 小婉 我覺得那個盲酒對你 好像是真的 我上次上班球村的時候 把他抓奇怪了 真心嗎 也許吧 冷藤只想讓我做完全依附於他的女人 可我明白 這世上沒有人比我自己更值得信任 誰讓你進來 阿誠哥 晚晚你已經救走了 就不要生氣 過去 好 本來加風冷家不是事業的 你確定要為了一個外人 斷了我們關係嗎 你把這個錢 我可以給你錢 我不知道先生 協議書我可以錢 我也能承諾不再欺負溫文 但是你確定要為了溫文 奪取我白家的補償 你不想欠的嗎 可以立刻 欠 阿誠哥讓我欠 我現在就欠 白珍珍女士 有人舉報你百零殺人 你跟我們走一套吧 阿誠你怎麼來了 阿誠你怎麼來了 是我吧 是 溫女士 你舉報白珍珍小姐 買雄和你的證據充足 你有什麼訴求 白珍珍就算我無法搬到白家 但至少也要給你個教訓 我想讓他坐牢婚婉 你有病吧 把我抓進去對你有什麼好處 白小姐 我只是想讓做了壞事的人得到懲罰 我有什麼錯你胡說 你不過就是想要把我擠走 然後拍上阿誠哥吧 白小姐 注意你的言行 溫姐姐 阿誠哥 做人 三思 你想把我的女兒送進牢裡 你想做其他人嗎 這個桌子 你應該出去 是不是孫阿姨天天呆在身上的了 今天在你這兒 給我 快點 哈哈哈 哈哈哈 這次碎的就是脖子 你曾嚇死 你要幹什麼 把這個協議輸一切 以為得到一筆巨額的賠償金 大家和和其見 多謝 喂 喂文文 晚上想吃什麼 我去飯店想買菜 我可以去冷家做個吃飯 想在家裡吃飯 是你朋友嗎 不是 孫阿姨你聽錯了 我一會再打給你聽 我從一口白珍珍和平 文文 你抱歉為什麼不提前給我生的 白珍珍剛剛打電話跟我說 是要曝光我被劉大偉欺負了 想毀了我的名聲 我 我是實在沒有辦法才去報案的 他還威脅我 不讓我跟你講 對不起 我 沒事 阿嬌 我想一個人靜一靜 先回去吧 我晚 那 好好看看 你不會以為阿誠哥真喜歡你 把白珍百分之十的股權轉讓給我 我老實告訴你 其實阿誠哥 其實阿誠哥 早就知道我把你養母 還有你養胸找過來 不過 他選擇一半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通常是為了藝術救委啊 把你從傻子手裡救過去 然後再陷入 他深情陷阱里 你一個鄉野村府 哪裡懂得管理公司 你就算有股權又怎麼樣 還不是他隨便說幾句話 股權就要回去了 我真蠢 竟然還以為他是真的擔心我 才去酒店救我的 有錢人哪裡有感情 都是為了利益 那我對於阿誠來說 至少還有利用價值 和白小姐你 毫無用處 你 我幫你 你找我什麼事 給你看我好東西 爸爸 我幫你在白家要五分 雖然就一點 但是我保證 白家以後 絕對不敢眠目中那個氣氛 冷城的話和白珍珍完全相反 白珍珍信不得 男人的子 一樣信不得 阿誠 謝謝你 你 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呢 因為我喜歡你 好吧 只有一個保護你的機會 袁總 我們只是在演戲 你沒當著 哦 抓一腳回家做飯 我先走了 好 回家一趟 我有話咱多和你談談 好 找我什麼事 啊 誠兒 說 聽說你最近一直跟那個溫暖 怎麼見 白珍珍你這真的有 還需要 誠兒 我可警告你啊 玩玩 但是冷家的少奶奶 不可能是一個 偷生貧賤的鄉下女人 就算你再多了一百遍 也改變了表現的小孩 你 你以為你真的能忽略那個女人嗎 你以為 你以為你真的能忽略那個女人嗎 我當然忽略 不像我 只知道在外面跟別的女人喜歡 誠兒 我知道 當年你不斤的死 確實有過錯 但是為了彌補你 已經讓你和白家聯姻 鞏固你在公司的根結 對那你們變態的控制於當借口 告訴你 我不會和白家聯姻的 你死了這條行嗎 你 誠兒 老白 你之前說過 要溫暖 離開我 不聽 這個鄉下女人 我兒子 我給你是團團生 丟人的 準備一張 一萬萬支票 一萬 交給溫暖 怎麼說一半疼一半 算了 只要這個鄉下女人 我們離開這兒就好 奇怪 都這個點了 這萬一怎麼還沒點東西的 喂 孟小姐 如果想救孫娟 就立刻拿一百萬 來長江那個廢棄贓 過世不夠 喂 喂 溫暖姐 溫暖姐 這兒 有一百萬 拿了他 離開我兒子 剩好一百萬 楊小姐 我勸你 還是沒有先走 否則的話 我有數種辦法 讓你離開我兒子 勸你 是他一群 我答應你 好 我答應你 這兒 這種拜金的女人 接近你就是為了你的錢 你根本不愛你 您不遇到手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會問 是 是 這關鍵時刻 我為什麼電話不接啊 一百萬指標在這裡 你快放棄阿姨 老太婆 你不休得了嗎 你別殺害死阿姨 現在你可以拿走 你讓我做什麼都行 做什麼都行是嗎 好 那你就錄個視頻 說你是為了錢 接近了冷大少爺 誰給他的惡度是裝飽 我就放 好 我錄 現在就錄 誰讓你站著錄 對呀 我 我 我 沒事的 我給我救你出去的 現在給你做 開始吧 我從來就沒愛過了 我在他面前裝的柔軟 全是假的 我今天對 只是為了錢 哈哈 現在 沒報算 對不住了 文小姐 這個世界上 只有死人 才能永遠的保守命 我從來就沒愛過了 陳 我接他面前裝的柔軟 全都是假的 我接近他 一切都是我養錢 溫文 溫文 咱還去整個柔軟 去 你看看是誰 啊 溫文 這 這不是冷藏的分析商務客嗎 你前幾天還去吧 溫文肯定是受人威脅了之後才錄的時間 我們現在立刻趕快去 錄音笔帶上 保留證據 好 溫文 那是痛苦 你到了 快點快點 你 走 你 走 蔡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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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人 就因為你這個老太婆 倒虎了太多時間 阿姨 這件你們多為何 媽 他救救你阿姨 他有了好多血 我會救救你 我們馬上去去 謝謝你 我 你怎麼叫他把他推下去 一家都騙子而已 你要哭什麼苦 你臉上那麼大一刀疤 到時候都沒辦法家人換彩禮 嗯 還超乎 還超乎 啊 為什麼 為什麼連你也要離開我 說 到底是誰支持你把他殺一刀 哈哈哈哈 是老公 龍老爺子 我相信 漢子不敢屬於你的財貴 你該為此付出代價 我 我 我要 我 我不在這兒 我回家 我回家 走開 走開 不要關我 啊 媽 我們現在就回家 我們現在回家好不好 走 我們回家 啊 啊 你還沒聽過我出生 那我就想跟你去 我在被受養之前 跟我的親生母親相依為你 對我合同 可是突然有一句 什麼都沒什麼都沒事 你知道嗎 就跟我媽一樣 我 梁 我 他 我 這 我 現在把整個村子都 fårpay remember 每日一分錢拆遷款都不懂得 那 你说他们是不是应该得到成 你这种高高在上的 也会恰伏我们最后几块的死人 妈妈你放老家离开这会 让我们去我一直担心你的安全 为什么要咄嗦我眼中尽存的摄影 妈 有钱 kelijk 现在可以介绍了 我这里有一份诺言 你现在往报之后大家就放在那边 就大家一起来 我喜欢 哪成 哪iform 是 你还没解释清楚呢 你不许睡 我现在记得 你還聽到沒 等著你怎麼離開 我不會有事的 走 等著等著 讓你去外面找貨 高秘書你怎麼來了 郭小姐 這裡面是白玉星 謀害孫娟的證據 是 這些都是冷汁冷氣潮吧 是今天我才剛拿到 總裁說了這些你可以隨便使用 我要報警 好 你以後我陪你去 這個綁架人這件事啊 其實裡面有很大的誤會 總裁他一直想親口給你解釋 但是你拉黑了他所有的聯繫方式 所以他才故意受傷拖延時間呢 可是現在他 放心吧 總裁不會有事 對 對 他那麼厲害 他一定不會有事 總裁給你安排了酒店的住所 還派了專人保護你的安全 還派了專人保護你的安全 咱走 可是急診室門口需要有人在 總裁的夫妻一會兒就過來了 你們現在還是最好不要見面 因為 害怕傳出誤會 好 走吧 混蛋 千萬一 一定會沒射出 那是不會有事的 我根本没有参与过孙娟的绑架谋杀 这是我的证 孙娟请您过目 白衣星 谁总要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哎 你还是太年轻 把事情想的太简单 你难道没有其他在乎的人吗 哎小同志 请调整你的国外相位 哎 我可是胖人 我没有吓他 您涉嫌其绑架谋杀案 这证据存在造假行为 在查清真相前 将被限制行动 与我们公告 孙安 我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近日 白氏机场总裁 牵扯到一起绑架谋杀案中 已被限制处刑 机场股票大跌 这还只是个开始 白衣星 你必须为你所有的罪行买单 喂 莫婉姐 你最近小心点 我看过那个新闻了 白玉兴这老家伙 报复心很强的 放心吧 我现在很安全 冷城派了很多人保护我 只需要等 不和你聊了 有人来找我了 好 温小姐 冷朗爷说他在医院等你 他承诺绝对不会伤害你 自从出事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联系到白玉兴 现在 他涉嫌绑架案 你又昏迷 住院这么长时间 许致 伯父你好 伯父你好 冷城进医院之前 交给我一件东西 让我务必交给你 说 到底是谁 这是你本人可爱你的 是老公 老老爷子 我相信 你看都不敢属于你的负贿 你就该为此不出代价 白玉兴这老家伙 我们傻了 看你成本气的腰 当时他交给我这个录音笔的时候 太匆忙了 这段音频我 温小姐 这段音频 是冯总之前收到你被威胁视频之后 让我带录音笔去救你 所以这段音频是不容易 是不是他 我的手动了 那 冷城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什么事 爸 论理你都听到了吗 二嫂 弄师爸以此糊涂 给白玉兴利用你 这只是白家的冰山印象 这是王总收集的吧 关于白家一直在图谋 弄家资产的证据 那么多都是 白家一直基于冷教的财产 一直想通过联姻的方式 到着目的 但是在我这儿是错了 全错了 伯父 如果想要白家彻底失散的话 还得辛苦伯父演一场戏 对 又演一场挺不错的戏 最新消息 冷氏集团总裁省来后 与父亲爆发激烈争吵 其父重伤分离 不久后 将被送往国外接受治疗 这个冷氏啊 这个冷氏啊真是狠心 没了一个女人 竟然把自己的父亲送去国外 爸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离见了阿诚 还有老婆 不是 还有温婉那个建议 可惜啊 我们限制了出席 只能 你去 医生说你虽然出院了 但还没有完全恢复 我会好好照顾你 遇从 是我不是我 你也不会受伤 妈妈 不关 不是白家临 和某某之间的关系 白天真和白雨昕 阿诚哥 不好意思少爷没来着 没有事 阿诚哥哥 我听说你出院了 所以特地买了礼物来看你 希望你再找我 礼物拿走 感谢你很多老婆 我有晚晚照顾 我好的好 啊 娃娃 孙阿姨那个事情 你爸爸其实是被冤枉了 你看 是我求欣有用 所以能复服吗 你怎么这么咄咄逼人 阿诚哥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一定会帮我爸爸的对吧 你父亲帮的做 就要付出担心 高强 送帮 啊 白真正 不能这样 啊 就是我把那个剑 他在中间调不理解 阿诚哥根本就不肯帮你 我一是白雨昕他才能说起 谁啊 白小姐 你还要欣赏我们多久 谁想看你念尾 你要干什么 那 就不能多抱一会吧 晚晚啊 病人身体不好就好好休息 别动手动脚的 再见 哎 我挺行的 不然 下次试试 伯父 这次找我有什么事 今天晚上 我就要飞国外了 在连走之前 我一起去晃 想跟你说 伯父请讲 你是蓄意接近成人吧 你别紧张 我会对你做什么的 看得出来 诚然是对你用了真心 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 只希望 你得杀人的索费一点 伯父 我答应你 我一定不会伤害他 好 谢谢你问小姐 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我会快的看你 做你顺利 伯父再见 谁说了吗 新疯性坚持计划要重启了 这个村子 更平时多年前 不就是白氏鸡上面买的 后来村子行出事了 事情闹体上 监视计划在拖到现在 就是白家毁了新疯处 你绝不允许他们继续染症 不算是 小赵 我们找时间见一面吧 好 阿淳 你怎么在这 这么紧张干什么 这种做解释 没有 逗你的做了 万万 听说我爸来找过你了 他有墓碑呢 不会的 胡夫人很好的 对了 我刚刚你在打电话 打给谁 这不快到我们相遇一百天的经历日了吗 我就想着给你准备一个惊喜 别忘了 好好好 我问了 白家要重新进食幸福村了 文文姐 当年就是白家回了村子 不能让他们继续下去了 你保护好自己 其他的交给我 莫文姐 相信你一定能成功成功军事 温小姐 我会你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可谈的 那大壮呢 需不需要我把他叫来 一起谈谈 你要在家做什么 温小姐不用紧张 我现在可是戴罪着 是谋害孙娟的 钱一算 可不敢随便弄手 正是因为温小姐的举报 我最近只能待在别墅里 借着看病的理由 才出来走动一下 该怪的是你自己的 你绑架害死孙娟 我报警 只是为了给他求一个公道而已 如果我把你和大壮 何能博取冷辰同行的事告诉他呢 你还要这个公道 要 希望想给冷辰打电话求去 今天在车里发生的事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是王婉的电话 温小姐是不是按错了 他应该是出事的 你立刻给我查一下温婉的位置 跟我过来 顾下你和大壮的事 被冷辰知道 就乖乖的听我的话 我要是不亲呢 白玉兴 你很担心自己吞并冷较的计划失败 你就是一个胆小 否则幸福中的项目 也不会搁置得十几年才重启 你懂什么 那都是因为 王婉 你在里面吗 王婉 阿诚 他危险我 我来了 高桥报警 白玉兴在服刑期间 私自外出 他还没信了 柳环兽 那你小姐 知道 出众输轻 就一无所有 没事 走吧 爸怎么还不回来 喂 两位 白珍珍女士 您的父亲白玉兴先生 先知行动期间 因病外出 再次威胁他人 请您来警局一趟 什么 又被抓走了 算你 你刚出院就别做这些了 那可不行 让别人炖鸡汤 我不放心 快吃 喝 大鱼兴被捕了 真的 但是因为他牵扯的案件太多 一时间没有办法调查清楚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请最好的律师 可不死 大少爷 别这么真诚的看了 阿诚 如果有一天 我是说如果 你发现我在骗你 你会怎么办 你能骗我什么呀 骗钱 我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钱 如果 骗感情的话 不过你能骗我感情 说明你是在乎我的 对不对 好了 别胡思乱想了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我一定要尽快找到震荡的理由 把大壮带在身边 孙阿姨的事情 绝对不能再发生 该怎么和冷成开口说大壮事呢 怎么是你呢 不 他受伤了 可想去一眼 大猪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完了 那些后经常伤害你 你为什么还是这么关心他 他是在别墅附近出事的 我是担心他会对你不利 所以 好的 我们走吧 嗯 能总听说您找人打死了欺负过您女友的混混这是真的吗 尽早有人目睹一个浑身嗜血的人倒在您别墅附近 请您正面回应一下 拜拜别怕 我就带你去看 我姐姐我姐夫 我姐夫人很好的 他救过我这很多次不会害我的 你们在污蔑他 不是你谁呀 我今天早上差点被人打死 我就跑到我姐夫别墅附近了 说起来跟我姐夫救了我 不是你们查监控去 姐夫快带我家走啊 好 你们你们都在我北海不去看别看了 哎呀快走吧你们 所以现在在你眼里 恩婉是你姐 我是你姐夫 对啊姐夫 我叫大众 你忘了吗 嗯 阿诚 他现在失忆了怪可疑的 我们还是把他留下来吧 你也太善良了 那听你的吧 嗯 眼光 从今天起 我要提高幸福村建设项目的等级 幸福村那个小地方不值得这么做 我呢 是在通知你们 并不是征求你们的意见 白小姐可真是威风啊 你果然来了 我看了车冷静 我的猜想果然没有 你跟幸福村的效果有关 我手里有白氏集团10%的股份 所以 也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白小姐请继继续 白小姐请继续 中尉 幸福村的项目很快就会正式启动 早点回去做准备 说吧 你和幸福村是什么关系 难道 你是当年我家的幸福者 白小姐 你想多了 我 不清楚什么活灾 我今天来 只是为了要钱 沈丽海 他刚大学毕业之后 就进了白氏集团 跟在白玉星身边十多年了 白玉星会相信他 十多年 难道他也是当年幸福村 活在的幸存者 你知道什么事 孟小姐 我是当年幸福村 受害人的后代 当年在外上学 侥幸躲过了一几年 大学毕业之后 大学毕业后 改新美名 进入了白石集团 刺激报复 好 孟小姐愿意 可我不自动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这东西 我帮你拿走 我怀疑沈丽海伪造幸福中后代的身份 过去同情 所以就没答应她的合作 但是我把合作室带来了 这是 看来 这个才是沈丽海真正想和我们说的话 沈丽海和我见面的时候 一定有人在旁边监视或者监听 所以才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传达消息 这里面的重拳 肯定能让白石集团栽个大跟头 证据不要一下子就放出去 一点点来 只有放场线才能掉大雨 万万 你变了呀 我记得我们刚见面的时候 你天天都在受伤 仿佛下一秒就要碎点一样 但是现在的你 既聪明又勇敢 放场 你不会知道 我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 好了 别说那些肉麻的话了 接着看吧 好 最新消息 由于被报以次充好 欺骗合作商等多项行为 白石集团不仅股价大跌 还面临被多家公司起诉的风险 很快 一切就快结束了 姐 姐 姐怎么 冷城去公司了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身上的伤还疼吗 姐 我早就没事了 你看 活不乱跳 那天记者为目咱们 我演的怎么样 下次不许再这样自作主张了 我还以为你真的失忆了 我不是也是为了帮你吗 我当时被白家的人追上 我知道你一定能救我 我就跑到别墅附近了 你看 我赌罪了吧 我贝勒敬 你一定要千万注意那个龙总 他不好惹 如果他知道了 你一直在利用他 可就麻烦了 嗯 我会小心的 阿淳 你 你们刚才的对话 我都听见了 那天晚上 我们第一次遇见 我设计的 那 那那天在医院 但是我想拿花盆咋你的 我教他的 冷城 我不从一开始 全都是假的 我故意把柔柔接近你 就是为了查清楚 当年幸福错火灾的真相 让白家付出代价 你真明白的 事已至此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会还请你花在我身上的所有钱 然后 然后我们就说乱了 不能做好 来家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你现在一个人出去太别心了 就不想调查清楚是一件事吗 我不记得 如果你 我现在不想 下面是关于白氏集团的最新报道 沈黎海夫会者 会者和公司 做出了巨大的工夫 是我们整个公司 值得学习和精品的榜样 对于他的确实 我是感慨 但是 我要告诉某些人 我白家不会倒下 你们就死了这条街 白真真是在宣战 但我们现在没有神秘 还报告上的消息了 大众被白家追上了这么多 到现在你没有神秘 那就争夺醒不尊之下 相信 我一定会有空气 我看你最近去的日子 将打款公室 可是我 哦 行了 谢我 他快抓了找我 幫我一個小忙 這些錢 都是 你想讓我幫你做什麼 幫我除掉溫婉一件 製成之後 再給你 成交 等等 你跟溫婉認識很多年 你 你會騙我嗎 我拿錢辦事 只看錢不認 還真是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蠢 你覺得溫婉死了以後 你還能活多久 這個是給阿成買的新衣服 來 這個是每餐買的一種水 還有你的呢 這些啊全是給你買的好吃的 你在這等著我去開車啊 對了 你說啊 別默默唧唧的 有什麼想要的追跟我說就好了 不要 你這麼好 關門姐 白小姐給的太多了 你就還進去 為什麼 為什麼連你眼睛 你又為什麼 啊 啊 這 阿成 阿成 臭啊 阿 阿 你是不是 還去 爸爸 你只是出去逛了个街 怎么会这样 温娃 你再也没有机会跟我争抢阿诚哥 阿诚哥 姐来顺便 小婉 她肯定也不想看到你身心意见的样子 不许 那好吧 你好好跟她倒个背吧 我一会儿有事 就先走了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白氏集团大调点 白珍珍女士上槽 大家好 我是白珍珍 下面我宣布 靖国村建设项目 正式 她们三个不是死吗 你滚掉 我不管你们三个人是谁 现在赶紧往出汇晨 你们三个 桥窗打扮 半城死这本就是冒犯 不是温婉啊 对了 不止我们三个人找你 还有人找你 谁啊 白珍珍女士 你事先绑架 谋害多人 现一杯炼掉车 跟我们走上吧 警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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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搞错了吧 那些违规的事情 那都是我父亲做的 跟我可没有关系啊 而且 而且我最近一直在公司 我的员工可以保证的 有没有问题 不是你三两句就能决定的 必须接受调查 请配合我们工作 走一趟吧 走吧 哎 别以为你这点小剂 要怎么办到我 我还会回来 放心 我们三个人搜集的证据 足够一番表示 白珍珍 人总要为自己 做过的事情 付出代价 谢谢 欧阳姐 白珍珍走吧 现在该你处置她去吧 嗯 刚刚大家已经看到了 白珍珍已经被警察 带走调查了 接下来 就由我来给她 不反对 你没有资格 启动信号车项目 就算你们三个 没死又怎么样 你手里只有白氏集团 百分之十的股份 根本没有话语权 谁说她没有资格 别怕 留我在 男总 您和白氏集团的合作 已经断得一干二净 现在恐怕不好 干预我们的私事吧 自从白氏集团入狱以后 白氏的股价也是一跌再跌 现在白珍珍不在 公司破产问题 值十价 我说的有错 我可以立刻注资十个亿 并且给你们配备专业的人 十个亿 太好了 我就知道 冷总还是在一两家的交集 但是我有个条件 幸福孙的项目 必须交给温文 一个项目 换一个公布的袍络 该怎么办你们自己选择 龙总我们商量一下 我的忍耐是有限 我怎么不知道十个亿的事情 我要是提前告诉你了 你万一不同意怎么办 可是那些不 我说过帮你拿回幸福分的项目 我就一定不做了 龙总我们商量好了 同意您的提议 龙小姐 谢谢你救了我们班师集团 这也不都是我的功劳 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 龙总 谢谢 龙总 感谢您的救命 龙总 谢谢 龙总 感谢您的救命之人 龙总 我去你的 是你 要干什么 要怪就怪你自己 都对了白大小姐 只有死路一条 黄泉路上惨兮兮 动你 我都嫌手脏 你把他给我杀了 是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是龙总的私人保镖 你这两天有危险 被派来保护你 这两天只能委屈你住在龙总的别墅里 不要出来 龙总准备的水光还比真的好 一下就骗我们真的 什么错地方啊 脏死了 其实你们最应该感谢的 是问我 其实你们最应该感谢的 是问我 慢慢 别想那么多了 过段时间呢 我会把白十几班收工下来 交给你的 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 不不不 我根本就不会管理公司 你不能交给我打理 嗯 但是 把幸福村的项目交给我 可以 好吧 温兰姐 我看龙总对你挺好的呀 值得你头发重伤 他害羞了 好 好了 不了解些了 一会我请客 大家清理一下 好 我赞成 酒粮不好还丑下 你看喝醉了吧 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去给你煮鲜酒吧 我就去一趟厨房 我就去一趟厨房 没想到 明明是你在抓我的 既然你这么主动 那我就不客气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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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还有声音 我想不然我去了 嗯 嗯 嗯 爸 你非得这个时候打电话了 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过上孙子了 小兔崽子 你还能怪到你老子头上 爸 你万一打电话 应该也不只是为了闲聊吧 有什么事 我看见白智珍被带走调查的新闻了 既然一切都结束了 等过段时间我就回国 但白家妇女都不是生的等 要万事小心 我走了 哈晨 你去帮我敲个头沙吧 好 我现在就去拿 嗯 嗯 你好 这件灰色多少钱 一三五年 吃掉你的面了 喂珍珍 怎么是你 灰小姐好自己了 这么久不见了 还记得我呢 你今天有那么多真心 怎么可能出得来 你爸担下我所有的家 为的就是让我 付新家 你知道我这三个月怎么过来的吗 我吃不好 我喝不好 这不是被你所欺 为什么呢 店里有监控 我要是不散传两队 你这是杀人做事了 到时候 再也没有人能帮得了你了 没有你的监控 我都已经见到 阿淳哥一时暴会回不了 而你 没人能救我 看到我这个真心 这个真心 可以让你感受到 最要先赐我的真心 最后 我只能忘了的死在阿淳哥一前 我先走就要你还我两人 好 文婉 这是你逼我的 文婉 文婉 对不起啊 耽误点时间 是 是 你先别说话省点力气 我先送你去医院 医生 文婉情况怎么样 郎总放心 并无大 休息一段时间就能出院 如是 我当时被注射了不明业绩 他说我 文小姐 管制的药怎么会那么容易拿到手 您送医及时 并不会有您说的那种情况 谢谢医生 如果您还不放心 可以定期来医院复场 谢谢医生 麻烦医生 不要把文婉的身体情况告诉他去 我知道了 因为这个事先走 我来 你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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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你 你 我去 你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还不好呢 说这些没用 地址我发你了 想要解药 就明天上午八点来见我 顾期不后 现在考验你眼睛的时候到楼 我来了 解药在哪 别急啊 阿诚哥 三个月没见 你就没有想我 我问你 解药在哪 想要解药也可以 只要你跟我结婚 阿诚哥 你可要想清楚 要是你拒绝我 温婉可就是死路一条 白珍珍 白波夫现在还在狱中 你怎么能只想 别给我提那个老头 那老头就是个蠢货 我要是想办法把他弄出来了 他要是让我嫁给别人怎么办 阿诚哥 我只在乎你 为了你 我可以连白嫁都不要 阿诚哥 娶我吧 娶了我 你不仅 可以救温婉 而且 可以得到整个白嫁 我不会跟你抢的 你真的能给我解药吗 当然 好 我娶你 那我们今天下午就去领证 等我们拿了证 我就给你解药 根本就没有什么 温婉 你必死无疑 而阿诚哥 只能是我一个人 阿诚哥怎么还不来 阿诚哥你终于来了 我们继续领证吧 不急 再等 要是谁 来的当然是我 阿诚哥 阿诚哥 有人来看你了 是真正来救我吧 我就知道 看来要让你失望了 是我 温婉 还难为你来 出帝来嘲笑吧 不然你别忘了 我女儿已经出去 她很快 就会复兴我白家 救我出去 她真的会救你出去吗 什么意思 阿诚哥 我只在乎你 为了你 我可以连白家都不要 娶我吧 娶了我 你不仅 可以救温婉 而且 可以得到整个白家 我不会跟你抢她 无疆女 我揽下了全部罪名 保她出去 不止为了让她赶着 去跟老人结婚 算算时间 白衣真正现在应该赶到明镇局 准备李正结婚了 你 你猜她还会回来救你吗 这下白家父女可以在牢里相遇 可惜啊 你没看到白衣新衣服七道发抖的表情 不说别人了 晚晚 让你带的东西你带 带来了 不过带是带了 什么贷款啊 还需要带户扣管呢 你是不是被人骗了 当然 是终身贷款了 啊 走吧 我们去领证 领诚 我看你才是那个最大的骗子 两位靠近一点 先生 你的妻子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是不是 确实是我的不对 我回家就跟他道歉 晚晚 你笑一下嘛 要不是人家还以为我们第一天认识他 你回家再收拾 哎好保持住啊 三二一 鞋子 你看你笑的好开心哦 因为我知道我喜欢的人